女人在休息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无数只飞虫和爬行类动物 正在向他们这里蜂拥而来 他们仿佛受到召唤一满 密密麻麻的向船舱的最下面一层涌去 而这里正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因为此时距离世界末日只剩下最后七天 到时所有人类都将受到大洪水的侵袭 对此不甘心的暴决 立即开始集结自己的所有军队 随后趁着大雨向诺亚方舟发起了进攻 守护在方舟前的舵天使们 急忙拉起铁网组成一道石墙 决定和人类进行最后一战 随着大军向他们铺天盖地的一步 堕天使只是轻轻挥动手中的石垂 立即就将数百人横扫一片 但即使人类的战斗力 在堕天使面前不堪一击 可他们凭借数量上的优势 依旧向堕天使发起了前赴后继的死亡冲锋 暴军瞧准时机 用火炮撕开了堕天使外层的石甲 紧接着用长矛刺入堕天使心脏 随着堕天使一阵摇摇晃晃 最终还是无力地倒了下去 周围的士兵立即一拥而上 对倒地的堕天使进行疯狂拆解 然而下一秒 灰蒙蒙的天空突然大放光明 遭到遗弃的堕天使终于得到了宽恕 随着一声爆炸小车大力 被石头禁锢了上千年的堕天使终于摆脱束缚 重新飞升回到了天际 渴望自由的堕天使见同伴得到了救赎 他们立即开启了狂暴模式 决定和人类战斗至最后一滴血 也要誓死守护身后的末世方舟 可随着又一名堕天使陨落 他们的防线终究被人类打开了一道缺口 但重伤的暴君 还是小看了堕天使临死前的反应 随着每个堕天使的爆炸陨落 都会带走他的大量士兵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不远处 还有一条通向方舟内部的阶梯 于是他扔下军队偷偷爬了过去 而此时战场上的搏杀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随着一名又一名堕天使接连语路 大量士兵开始如同潮水般冲向方舟 眼看败局已经注定 堕天使长在和诺亚告别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撕开自己胸膛 帮诺亚和方舟挡下了最后一波攻击 然而就在这时 蔑氏的大洪水终于到来 无数水柱从大地之上冲天而起 喷涌的波涛瞬间杀死了大部分人类 此时暴君还在拼命地用斧头凿开方舟 随后他亲眼看见 自己的大军和无数子民 刹那间被波涛淹没殆尽 曾经对人类恩赐的三分陆地和七分海洋 也在这时被造物主全部收回 而随着方舟的正式启航 也宣告人类主宰的世界就此破灭 诺亚为了完成造物主的最终审判 他决定在大洪水过去之后 让大儿子给他和妻子送葬 二儿子给大儿子夫妻送葬 而三儿子给二儿子送葬 直到他的最后一个儿子死去 彻底宣告人类时代的终结 然而诺亚万万没想到 暴君这时已经混进了方舟内 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二儿子 却向他选择了隐瞒 只因为诺亚抛弃了他的女友 这让二儿子对父亲怀恨在心 甚至决定和暴君一起杀死他的父亲 对此毫不知情的诺亚 还不知道一场考验人性的灾难即将到来 受到诺亚妻子请求的马什撒拉 在大洪水到来之前 让原本无法生育的女孩 重新获得了繁衍下一代的能力 她和丈夫一起找到诺亚 希望她能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赐予祝福 但诺亚听后却感到了一阵晴天霹雳 她全心全意地帮助造物主 杀死了自己的所有同类 可造物主却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而她接下来 还要面对一个更加艰难的选择 她背负着灭绝所有人类的宿命 如果让女孩在这时生下孩子 那么她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造物主仿佛感受到了她的前场 灰蒙蒙的天空开始彻底放弃 当女孩来到诺亚身后时 她也将自己的决定告诉给众人 如果女孩生下的是男孩 她就是三儿子之后的最后一个人类 如果生下的是女孩 那么她就会亲手将她杀死 这让在场的众人都感受到了诺亚的疯狂 女孩也因此哭得撕心裂肥 然而她还并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这个决定 二儿子已经下定了要杀死她的决心 就这样 方舟在大海上漂流了好几个月 女孩也到了即将生产的世界 妻子和小儿子偷偷唤醒的两只乌鸦 也在这时重新飞了回来 但结果却让他们无比失望 乌鸦每次归来脚上都没有泥滚 而这也预示着所有陆地都被洪水淹没 眼看着女孩产妻将至 妻子找到诺亚 希望她能放过女孩肚子里的孩子 可早已做出决定的诺亚根本不为所动 而此时二儿子那边 他和暴君的密谋已经悄悄展开 在暴君的怂恿下 他们偷偷杀死了方舟上一部分洞 然后吸引诺亚过来查看 就在诺亚进入船舱的时候 二儿子也在他身后拿出了武器 然而就在这时 躲在一旁的暴君突然对诺亚发起了攻击 他是要将背叛人类的诺亚彻底杀死 与此同时 女孩也到了生产的世界 但很不幸的是 他生下的还是女婴 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女孩 大儿子不忍心自己的孩子被父亲杀死 他不顾妻子的苦苦哀求 拿上武器决定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 然而就在这时 船舱里的人突然全都飞了出去 原来是方舟撞到礁石停止的行情 诺亚侥幸逃过一截 但暴君却没有那么幸运 就在诺亚要杀死被困的暴君时 大儿子闪突然向他发起了攻击 随后将所有愤怒全都发泄在了诺亚身上 可暴君却突然出现并阻止了他 因为只有他才能杀死诺亚 并夺走他的一切 但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二儿子却突然冲来杀死了暴君 可这并没有让诺亚回心转意 他不顾妻子的阻拦冲上甲板 决定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孙女 就在他要痛下杀手的时候 背负了人类宿命的他 却在最后关头亲吻向了孙女的额头 诺亚终究还是没有忍心下手 而在电影的最后 和平哥口弦代表和平的橄榄枝归来 造物主将下的大灾难就此结束 诺亚也找到了供人类生存的最后一块路 然后凭借他们一家 最终繁衍出了整个西方世界